最近中国的珍珠销售力旺盛 受惠于代购还有电商直播的兴起 年轻族群的追捧 珍珠价格就翻倍涨 根据中美的报道 浙江省这三下湖就被称为是珍珠之乡 年产量占了世界的珍珠淡水珍珠 总产量73% 当地规模最大的国际珠宝展 涌入好多代购的年轻人 以往一公斤700到800人民币的花瓣珍珠 这暴涨超过了十倍飙到一万多人民币 那稀有的奥白珍珠呢 甚至从竞价20万人民币 被炒到了80万人民币 外界就分析珍珠的涨价 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包括珍珠的养殖规模减少 但有业者断言 2025年中国的珍珠市场 可能会雪峰式的下跌 不过同样看到的是中国央视呢